Hey Do you know what we're doing today? No I don't know Hi 大家好 我是凱希 我是Louise 她是Mia Mia現在賣四個月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 修乍 為什麼我講很像法文 就是收口水的意思 對 我們有買餅乾要 讓她帶 然後 你的阿嬤 要幫她做 她的阿走 我覺得應該 每個地方 或是不同家族裡面 做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樣 因為就是我們家族的 習俗 然後我們現在要帶你 體驗一下 期待嗎? 想吃了 好 好 她抓到餅乾 太好了 這個是鴨蛋 雞蛋 雞蛋鴨蛋是幹嘛 雞蛋鴨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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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鴨 這也是鴨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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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鴨 他太害羞了 一半只是吃之前 這麵菜… 我上來 薯菜才有前面 人家也有風神 這麵菜是喜歡吃飯 吃飯 好 好 好了 沒事 謝謝阿仲 謝謝 好吃嗎 阿嬤也一個 阿嬤也一個 好 阿嬤也一個 叔叔 叔叔 還要放餅乾 沾那麼多去看你會不會干涉到 好來 要弄我手裡 要不要吃 我不要太弄我 鷹餅長大了 你說妹妹吃餅乾 給妹妹媽媽吃 給妹妹媽媽 好棒 沒事 沒事沒事 再去搭車 嗯 真的 沒有 阿嬤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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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覺得是很特別的經驗阿 我唯一不喜歡的就是他一直哭 我自己看過作修呢 好像沒有 嬤也是不哭的 對阿 其實很有道理 因為他們 可能沒有看過那麼多 親戚 一次看到 對 然後他們還一直跟他互動阿 所以他可能突然看到那麼多人會被嚇到 還有我原本完全不知道還有一盤其他的事物 對就是有點像過年很多食物都是代表意思 對對對 雞舌頭 是讓他會講話 豆干讓他當官 現在要當什麼官 女總統 我看過有一些人是用餅乾代表這些東西 把餅乾做成那些食物的形狀 但是可能最傳統就是我們這一次做的 就真的拿那個食物給他 我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沒有不一樣的 手拿的方式 我相信一定都會有點不一樣 但我們家一直都是這樣做 就是可能從我爸小時候 然後我小時候現在到我的小孩 對 我們都是用同一套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四個月小孩也發展開始慢慢穩定 不是穩定 還有很大的改變 就開始變得比較可愛 像我們有說 Mia四個月開始很長笑 會互動 會認人 所以就是趁機在四個月的時候 讓親戚看看 小孩現在長得怎麼樣 阿咒還可以幫他做這個儀式 也是蠻珍貴的回憶吧 對嗎 他沒有回憶 不是 誰會記得小時候被餅乾沾嘴巴 他會看到照片啊 或影片啊 然後阿嬤也是應該會覺得蠻開心吧 對嗎 阿嬤有跟我說 影片做出來要給他看 對 那我們就 藉著這個機會 就跟大家說 因為Mia四個月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打預防症 不是啦 就是我們很期待 他的發展 那到了下一個階段 你能想到的是什麼 下一個意思是什麼 我猜是抓周 我蠻期待抓周 就看他會抓到什麼 那就期待那時候Mia再跟大家見面吧 這樣你今天都不會有 沒有一定會有 不要這樣講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掰